从卡巴金博士开始,正念减压课程也逐渐进入欧美主流社会机构 乔·卡巴金博士是美国麻州大学医学院医学荣誉教授 医学健康照顾与社会的正念中心和举世知名的正念减压创办人 卡巴金的研究集中在身心互动的疗愈 及正念训练在慢性疼痛压力疾患领域的临床运用 他的研究包括正念减压对大脑的影响 大脑如何在压力下处理情绪 以及正念减压对免疫系统的影响 检查都觉得他没有病了 可是他就是站不起来 然后呢,而且呢,就是整个医院还是有很多的那个病床都要被站住 那基于这种保险费在美国是相当相当可怕的 人家说,就一个教授而言 如果小孩子生病住院住一个礼拜 他请家上产的 他不是像台湾的健保,有健保制度的 没有 他们即使有也cover的不是那么多 所以说那时候他就想到这种耗费 不仅仅是,这真的是老财丧命你可以这样说 就是说可能不是完全能根治 可是又耗费非常非常多的那个钱财 国家的,还有就是一般人民的 自卡巴金博士开始 正念已逐渐进入欧美主流社会的机构 例如医院、学校、企业和职业运动组织 目前世界上有许多医学中心及企业界、科技界 都在提供正念减压等正念训练的相关课程 2014年2月 美国时代杂志也对此潮流及卡巴金博士 做出大幅报道并列为封面故事 法杰新闻记者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